3月12日,校学位评定工作交流会在主楼接待厅举行,校长、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主席邱勇出席,校学位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各学位分委员会主席,各院系教学副院长、副主任,各学位分委员会代表等120余人,以现场和在线的方式参加。 研究生院副院长、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秘书长胡鸿莹介绍了学校校务会议通过的清华大学研究生申请学位创新成果标准规定和研究生院制定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全过程管理的意见,征求意见稿的主要内容、制定情况及工作要求。 邱勇在总结讲话中,对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分委员会及各院系各单位为积极推动学术评价制度改革所付出的努力表示感谢,对征求意见稿的总体内容表示肯定。 邱勇强调,学位论文质量全过程管理是一个很好的起步,各单位要制定具体的过程文件,在工作推进中不断完善。 会上,力学航空宇航分委员会主席吴子牛,电器工程分委员会主席沈臣,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副院长吴叶结合所在院系学科特点,就规定及征求意见稿的落实与完善做交流发言。 与会委员还就进一步加强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全过程管理,进行深入交流。